欢迎收看 Flex 开发入门课程第三讲 我是 Ray 今天我们将从一个最简单的 Flex Web 程序入手 了解 Flex 的程序过程和快速入门 我们将沿用上一讲创建的 Sample 项目 作为这一讲的入手点 通过 Pytron 提供的 Flex 项目模板 创建的 Sample 项目 只有两个文件夹和一个 Sample.py 的文件 我们先从 Sample.py 文件入手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Python 程序 它仅仅只有 7 行 当然这里不算空格 首先在这个程序这里 Import 部分是从 Side Package 中 引入 Flex 的类定义 然后将 Flex 对象实力化到一个 App 变量中 这是一个全局的 然后在这里声明 App.Row 它是一个 Python 的 Decorator 函数 也就是装饰器函数 Flex 是通过 ROW 装饰器来定义各种的路由规则 而这里只定义了一个默认启动页面的路由 也就是根目录 每个装饰器都必须位于一个函数之上 而 Route 装饰器所标识的函数在 Flex 中 称为 View Function 翻译过来就是四图函数 这个函数用于处理由客户端发起的请求 并将响应结果输出到浏览器 也就是说 这个函数输出什么 就会在浏览器显示什么 这里的 Hollow World 行数是向浏览器输出 Hollow World 的支付串 所以我们待会运行这个程序 应该在浏览器中看到 Hollow World 的支援 最后这里是模块的运行路口 当 Python 直接运行这个模块的时候 Name 这个变量 就会被设置为 May 这是 Python CLI 的一个默认行为 最后一行就直接启动这个 App 实力 这就是 Flex 的运行逻辑 它和 Node.js 的 Express 很相像 而且说 而且可以这样说 它比 Express 会来得更简单 我们直接运行一下这个项目 在 Python 这里 它一旦被运行的话 它会自动启动一个 Terminal 这个 Flex 程序被 Host 在 本季的一个 5000 端口 我们直接在浏览器来打开 这个运行地址 我们看到输出的 Hollow World 的质量 如果我们直接查看这个页面的原代码 会发现 实际上 四图准备输出了一个具有良好定义的 HTML 我们的返回结果 Holo World 这个返回结果实际上是被包含在 Body 的标题内 那么我们尝试输出一个具有完整格式的标题 那这里将会出现什么效果呢 我们输出一个 H1 刷新 但是这里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因为现在 Fix 运行在正常模式中 它并没有加载我们刚才在代码中的这些修改 我们得重新启动这个程序 才能看到这个修改的出现 那么如果我们希望 Flex 能为自动为我们加载修改后的代码 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在 App.1 这里 加入 Debug 等于 True 这个参数 然后呢 我重新加载一次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否为我们重新更改我们的代码 我们把 Hello World 改为 Welcome 然后我们已经在 Terminal 这里看到它已经帮我们把原代码给加载一次了 现在这种模式呢 我们就称为调试模式 我们在开发的时候这个这个参数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那么到现在我们总不能对每个页面都通过 Hardcore 的这种方式来输出吧 答案显然是否定了 Flex 内置了一个叫金杂兔的试图引擎 我们可以采用金杂兔的语法 将固定输出到页面的那种保存到试图模板中 然后在试图函数中再返回这个模板 金杂兔的语法结构相当丰富 而且非常容易上手 关于金杂兔的语法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呢 会有专门的讲解 我们先回到我们的项目 在 Flex 项目中 这有一个 Template 目录 这个目录就是用于存放试图模板的 我们先创建一个模板页 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标准的 HTML 那么我们叫 Index 然后把刚才的这个输出内容 直接就放到这里 这个模板就完成了 好 回到我们的试图函数 我们需要做一些改变 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是直接Return一个字符串 而是需要Return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叫做Render Template 我们在使用这个函数以前 先得把这个函数 从 Flex 的这个Bot引入进来 然后我们把Return这里调整一下 改成 Template 其他我们不变动 那么这里有一个有法错误 我在这里 把这个变量 这个字符串 原来的字符串 我放到一个变量里面 我们放到一个Title的变量 那么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第一个参数 这个Index和这个Template的Index是对应的 而在这里我们并不需要指明一个全路径 因为 Flex已经默认把Template这个目录作为模板的默认目录 我们只需要提供这个目录下的相对路径 那么 Flex就能给我们正确的找到这个模板文件 而第二个参数呢 从这个参数开始 我们还可以写很多 它这里是一个可变长的函数 这个参数呢 是指向我们的模板页输出的变量 而且在输出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做一个复制 如果我们在模板中 要使用我们刚才的这个变量 我们把这个先删掉 这里只做一个成为 经常图的语法说它简单了 是可以 它只要用花括号 扩住一个变量名 当然这个是在四度函数已经定义好的一个变量 我们刚才定义到这个Title 就可以把Title的值直接当作字符串 输出到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效果 在这里我们看到浏览器输出了一个被编码的 H1这个字符串 其实这个并不是我们想要为什么会输出这样一个结果呢 这是由于进展2从安全性的角度考虑 默认将输出到页面的负贯变量先进行了编码处理 然后再输出 这是用于防止注释代码的攻击 那么我们可以把标记性的东西 我们先移出 在我们的代码这里 我们是有一个H1的标记码 我们就把它移掉 这里只是输出一个值 一个字符串 这更加合理 页面就让它放标记 OK 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效果 接下来 我们要为这个页面增加一个菜单 来介绍一下 Flex的服务器链接是怎么生成的 回到代码里面 这里 我们增加两个路由和视图函数 第一个叫Service 我们就直接返回一个简单的Title 好 我们已经有了这两个函数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OK 这个已经可用了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模板页 来加两个链接 一个是Service 一个是HB 那么这个链接在怎么去写呢 也是一样 我们通过花货号来引用服务端的变量 但是这里我们需要使用一个很有意思的函数 这个函数呢叫做URL4 这个函数它有很多功能 我们在这里先用它来为我们直接输出这个view function 成为一个URL 就可以这样来写 这里有一点它是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 实际上这个URL4后面的这个输出三数 我直接打的就是view function的名称 我们这里就已经定义一个service和about嘛 那么前面这个点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点是跟python对程序包的引用路径相关的 这意思就是一个python当前的python包的相对路径 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个点缩写来去做一个引用 那么它最终就会输出指向这个路径的URL 我们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我们看到 而且刚好在这里就可以看到 它直接就输出到对应的这个位置上 那么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的路由可能它的URL的深度会比较长 而我们也可能去变更我们这个路由 这样的话呢 我们要改这些东西 我们并不需要在我们的页面频繁做这种修改 我们改一下代码就好了 它只是对方法名来对应 因为方法名是作为接口的话 接口的改变的频率会相对相对于 这不算变量来说会少一些 那么另外一个呢 它URL还有另一个用法 我们还可以将URL4这个函数呢 直接去引用Flex的静态文件 就例如脚本 样式表和图片 这些在我们web开发中必不可少的资源 在这里有另一个文件夹 这个静态目标文件夹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尝试一下先加一个样式表 为我们这个页面 这个价格叫Sci 改一下它 我们定一下Body 把颜色给改一下 有灰色的颜色 然后将A和 我们把链接的颜色改成黑色 这里有一个小技巧 在PyTrom里面 如果你要自动格式化的话 可以按住ALT加Command 然后加L 然后它就会做一个自动格式化 这个功能 对于我们平常写代码会经常使用到 非常方便 我们要把这个样式表 加载到我们的页面当中 我们在head这个标记内 下入link 这个属性我们引用URL4 这个时候URL4的输入参数有又不一样了 如果作为静态文件引用的话 它第一个参数输入的是 Stellets 我们指定这个静态目录 然后呢 第二个参数我们要用指名 FinalName等于 我们就等于这个Site.css 那么OK 它就应该输出 直接把这个指向指到 这个Site.css 这里 已经有效果了 我们刚才把body 就是所有字体 我变成了灰色 我应用了这个样式表 现在呢 你已经掌握了Flex的基础构成了 已经足以动手开发一个小型的web应用 你是不是觉得Flex很简单 在下一讲 我们将会围绕今天所讲的这些课程的每个部分 细致的讲述更为具体的技术细节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 感谢观看